你是一个胆子大的人吗 如果有一天呢 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 只有你个女朋友 他跟你讲起了恐怖故事 但是啊 你就是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感觉这人好像不仅仅是跟我讲故事啊 好像他说的就是 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啊 接下来呢 大家仔细听我讲 小A呢 是一个学校新来的转校生 很快呢 他就跟班里一个同学小B玩到一块去了 有一天啊 这个小A就邀请小B去他们家做客 两人呢 就看电视啊 玩游戏啊 到深更半夜 觉得实在太无聊了 然后这个小A就提议说啊 要不我们比赛讲故事 看谁的比较吓人 这个小B呢 就觉得很无聊 因为自己的胆子特别大 从小到达没什么能吓到他 更何况几个故事 但是呢 小A却很严肃 说 接下来这个故事 绝对能够吓到你 小B呢 就打了个哈欠说 行吧 你赶紧讲 讲完我也睡觉了 然后小A就开始他的故事 他说啊 从前呢 就有一对夫妇 看起来呢 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他们经常搬家 因为啊 如果他们在一个地方 待的时间久了 他们的秘密就会被发现 什么秘密啊 这个小B就问 你不要插嘴 这个小A突然很生气 然后他接着说 这一对夫妇呢 每从一个地方搬走 那个地方就会发生 儿童失踪案 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 就会找到一个空置的房子 开展他们新一轮的计划 而实施计划的呢 是他们自己的小孩 这个小孩呢 会去认识新的朋友 而很快呢 他就会带回一个新的朋友 到他们家里来过夜 而事后呢 父母也会奖励自己的孩子 就在他说着话的时候呢 楼下突然传来一尊沉重的 开门的声音 小B有点紧张 问说 那这对父母到底会做什么 小A神秘地笑着说 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小B洋装镇定说 不管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不怕那孩子的父母 第二天找上门 找他们算账吗 小A似乎早就知道 这个小B会问这句话 他笑着说 在他们找来之前 这对夫妻早就带来 自己的孩子消失了 只留下一栋 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房子 他们留下的名字 也都是假的 就在他说着话的时候呢 外面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似乎就到他们房间的门口 小B大声叫说 那是什么声音 小A此时不说话了 双眼开始直播播地盯着小B 嘴角浮出一丝 稳意的微笑